現在大家看這棵樹 這棵沙樹 那個風包在上面 風包還是挺大的 還是可以 我今天拿了這個梯子來 就不用那個爪了 拿梯子來的話 直接 直接伸到那個樹場那裡 然後上去就OK 這個樹很低 很好抓這棵風 看到沒有 風包在上面 還是可以的挺大的 好的 我穿好衣服上去就開幹了 現在穿了這個無縫縫縫縫縫了 現在開始上去了 就把梯子直接上到 上面去 你看 風包在上面 有這個梯子 方便很多 現在我已經上到樹上面了 就在這個風包旁邊這裡 現在大家看這個風包 看得清楚吧 這個風包還是很大 是吧 現在大家看這個風還是很安靜的 因為這個是無縫 網角如果是那個齊里的話 如果上到這裡的話 有非常多風會來的 但是這個是網角 你們看 它就比較安靜啊 是吧 好的 等一下把它抓上來之後呢 最後大家看了 現在我開始 把這個風風 抓起來 然後呢 用這個 收風籠 這個風袋 這個袋子裝起來 就可以了 非常大 是吧 現在大家看這個風包 大不大 很大啊 是吧 上面還在拉扣 看到沒有 上面還在拉扣 你們看這個風頭 堵到外面去是吧 非常類似啊 這個風包 應該有那個 樓框那麼大 扛米的那種樓框那麼大 是吧 好的 先不說了 快空了 現在這個風包弄下來了 大家看這個風包大不大 你看 哇靠 很牛逼啊 我這個袋子是1米乘1米的 上面這個袋子到這個 袋子口上面來 這個頭上面 這個風洞在這裡 剛才我上去之後呢 直接把風洞先堵出來啊 讓那個風出不來 然後再抓 再抓的話就好 好的 現在把那個梯子 收好 收工了 現在把這個風包拿到上面來了 大家看這個風包 我這個袋子是1米乘1米的袋子啊 剛好是1米 剛剛夠裝 我上面這個袋子啊 都捆到上面的是吧 剛才我抓的時候呢 是直接先堵風這個 堵住這個風口啊 你們看這個風現在已經把這個指徑咬破了 把這個指徑 咬破了 現在那個風開始出來了 剛才的時候沒有那麼多風 現在越來越多了 就是我先堵住風口 裡面的風就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把這個風包弄破的話 它肯定會出來 你就平時抓了吧 像我抓的話 基本的是 完整的把它弄下來的 先堵住風口 除非 實在沒辦法 不小心碰到可能就破 正常來說 我都是慢慢的放進去 然後呢 綁好 放下來 整個風包基本不會破的 現在你們看這個風 很多把這個指徑咬掉了 就是堵住風口那個指徑 現在這個出來的風 越來越多了 這個是我今年抓的 最大的一波 這個樹風吧 樹上的風 最大的這一波 如果再大的話 我這個大姐就裝不上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